我们小时候下水摸鱼 把船都给弄翻了 当时爹要揍我们 还是大哥替我们受的罚 记得 大哥 昨日大哥说了小弟 小弟想明白了 小弟错了 好了 好了 你以为大哥真的想当官 大哥只是想 给你留条后路 大哥 你去了平原侯府 一定要小心 克敬指手就行 不要过多参与立处之事 我呢 就坦坦荡荡做我的本职人 他要真让我做那些 不忠不孝 不仁不义的事 就算闹到丞相面前 我也不怕 冯吉 夫人 饭做好了吗 饭已经做好了 赶紧过来吃吧 三弟啊 你呢 早已经过了弱贯之年 爹也着急你的婚事 已经替你看好了一个姑娘 颖穿陈氏家 陈群同宗妹妹 明闻之女 书香门帝 论品貌 那绝对是上上之旋 趁这几日丞相不在 我和仲达都能告假 明日 我和你二哥给你提亲去 大哥 你和二哥都那么忙 我的事你就别操心了 三弟你就别推辞了 迟早是要娶亲的嘛 我真不想成亲 若是勉强成亲 日后一定会辜负姑娘家 这种不仁不义的事 我不敢做 你也要有你自己的人生 也该忘了他了 那二哥呢 二哥若是没娶到二嫂 会忘记二嫂吗 他忘了我 你会忘了我吗 山无棱 天地和 乃甘于俊爵 人不同 事也不同 事不同而礼同 礼不同而情同 你们